为了传承132年历史的中秋节荡秋千活动 郊西乡公所将在9月10号中秋节的当天 在郊西国中后操场举办百年传承欢荡中秋活动 乡长张勇德表示 今年荡秋千比赛只要报名参加者急送纪念山 而主别分为社会公开组、挑战组以及体验组等三组 我们荡秋千比赛 凡是报名参赛的我们都有比赛的 我们都有一个纪念山 就是我现在穿的这种纪念山 要来送给我们参赛的朋友 那我们分为三个组 第一个是社会公开组 我们有男子组、有女子组 再来就是我们挑战组 有青状组、还有长青组 再来就是一个体验组 总共分为三组 为了激励社会公开组选手的士气 第一名到第十名颁发奖金及奖杯 而挑战组是青状组 每踢重铃铛一次奖金200元 限额最高奖金2000元 而长青组每踢重一次铃铛奖金为300元 限额最高的奖金为3000元 而体验组只要报名参加急送柚子一颗 有踢重铃铛者加送纪念品一份 社会公开组选手的一个士气 那我们第一名到第十名 我们有颁发我们的奖金 还有我们的奖杯 我们长青组有踢到铃铛的话 每一次是300块 限额最高是3000块 那体验组报名 我们会送柚子一颗 再来就是踢重铃铛者 我们会再加送一个纪念品一份 乡展欢迎大家在9月6号之前 踊跃来报名参加比赛 来认识有趣的胶溪荡鞦韆民俗文化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